安装Intel顯示晶片的控制 這樣我們在顯示卡在驅動不同解析度的時候會更好 那宏記電腦我們新北市都是Intel的 所以我們來啟動Microsoft Store 點這個圖 開起來以後直接在上面搜尋 這個INTEL 就會看到這個囉 我點選Intel晶片顯示控制中心 接下來我們就把這個裝起來 取得 就開始下載了 下載完再點選開啟 我們放大一點來看一下 由這個我們在管理 譬如說我們電腦跟大屏的解析度不同的時候調整會更好 好來 當然要點接受 接下來呢就稍微看一下這是我們顯示器 這裡呢下次可以透過這種方式來做調整 再來在系統的地方這個可以看一下 我們希望預設啟用系統的快捷鏡把它打開來 打開來這裡 好不用再顯示這個了 把它開起來 這裡 關閉在這裡 那這邊呢原則上可以了 那在這裡看一下吧 再打開來這個那你可以按快速鍵也可以啦 打開來以後這裡呢 這個它就可以從這裡來做顯示 那在顯示錄設定會比較方便一點點 那它差不多是很快出發三 continually 非常的能磯 那那個可怕